大家好,我是吴京平 前所未有的热浪来袭 气象台是连续发布高温预警 特别是南方地区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 如果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的高温天 持续三天以上,那么就成为高温热浪 今年咱们国家的地区性高温热浪事件算是爆了表了 是1961年以来最强的一次 你有没有想过呀 未来可能这样的高温酷暑就会变成新常态 隔三差五就来一次 这就是气候危机纪元的开端吗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的王军副研究员和严主委研究员 去年在国际学术期刊《极端天气和气候》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标题就叫做 《中国的极端区域热浪事件规模和风险快速上升》 可见这不是什么好事 他们对从1960年到2018年的这58年的气象记录进行了分析 首先他们就制定了一个标准 是用来识别出区域性热浪事件 因为夏天总是很热嘛 你得找到一个识别方法把那些不正常的区域性高温事件 从大数据里面给它滤出来 比如说2013年我国就曾经遭遇了一次大范围的热浪 这一大串图片就可以反映出这次热浪是怎么冒出来了 覆盖了多大区域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什么时候结束 根据这个标准 极端热浪事件排在前三名的是2013年 2017年和2003年 因为它只统计了到了2018年 所以最热的一次热浪就是在2013年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夏天 今年已经突破了2013年的记录了 但是不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 毕竟它是以前研究的 研究团队统计了大陆754个气象观测站的 最高气温数据和最低气温数据 大家发现在这几十年里 热浪来袭的频率和量级几乎是增加了一倍 这是和全球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 现在根据科学家们的计算 如果比当前的气温增暖一度 类似2013年水平的热浪的出现概率是10% 也就是十年一遇 如果增温1.5摄氏度 那么这个频率就变成30%了 差不多也就是三年一遇 如果增温达到2度 那就不得了了 因为出现的概率就会达到50% 也就是两年一遇 如果你超过了50% 也就是说出现热浪的年份占了多数了 那就说明高温反而成了新常态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年因为热浪死亡的人数是3679人每年 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就已经上升到了15500人每年了 这个人数长得还是挺快的 当然了造成这个结果的也不仅仅是热浪次数大幅增加这一个因素 毕竟人口基数也在增加 人口也在蜜月变得越来越老龄化 根据对2000年到2010年的数据分析 冷热频率增加的原因占40.8% 人口增长的原因占比是22.4% 老龄化占比20.8% 基线死亡率上升占了16.2% 当然了这些都是对未来的预测 都是根据计算机模型计算出来的概率 现在看来即便是我们努力减少碳排放 气候也会变得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是福是祸 很可能是祸多一点 所以气候危机纪元已经到来了 人类不得不坦然应对 好 就说这么多吧 入悟占雪 初春嫌疑 放充滚